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 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假A片的話題吧! 歡迎回到大人,我開箱系列 那我想先請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在亂逛網站 結果發現有個色情影片裡面的主角長得很像你 這時候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或許你會很震驚,想說 完蛋了,到底什麼時候被偷拍? 但你也有可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自己一直以來都只有左右手的陪伴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影片呢? 然後就在你不知所措的時候 你又突然發現,欸不對喔 雖然這張眼長得很像自己 可是他的身體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人啊! 於是你這時候才察覺到 原來這個色情影片是假造的 只是有人把你的臉合到了那個主角身上 那麼這個時候,你的感想又會是什麼呢? 這件事並不是不可能發生 而且早就已經出現過類似的案例 在《復仇者聯盟》中飾演黑寡婦的史嘉蕾喬森 他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曾表示 自己成為了這種假A片的受害者 然後飾演神力女超人的蓋爾加朵 也讓人不意外地出現在了這類假A片當中 那麼,到底這類假A片是怎麼產生的呢? 還有既然它不是真的 那還會對這些主角造成傷害嗎?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聊聊這些問題吧! 台灣的網路鄉民很喜歡出沒在PTT 那美國的網路鄉民則是喜歡出沒在Reddit這個網路論壇 而就在2017年的12月,Reddit上面有一個ID 叫做DeepFakes的用戶 利用AI軟體把神力女超人 蓋爾加朵的臉合成到了A片女主角身上 不久後,有另外一個網友把這個技術發揚光大 開發了一款叫做FakeApp的軟體 讓沒有什麼技術背景的人 都可以輕易地用這套軟體去創作一些造假的影片 例如有人只用5個小時的時間 就把吉西卡艾巴的臉合成到了AV女優身上 後來大家就把這個技術稱之為DeepFake 而這個詞其實就是結合了深度學習 DeepLearning還有偽造Fake這兩個詞 那主要是指運用人工智慧去做人體圖像的合成 簡單來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電腦非常厲害 可以在大量的圖像資料庫中做合成的動作 而且可以透過不斷的修正跟訓練 來達到更精準的合成效果 於是你就看到了那些看起來很像是真的的假A片 其實這個技術不是只能應用在色情影片當中 社會美國參議員的馬可·盧比歐就曾經表示 在過去,如果你想威脅美國 你需要有10艘航空母艦、核武還有遠程導彈 但到了今天,你只要透過偽造的非常逼真的影片 就可以影響美國選舉的局勢 讓美國陷入危機當中 之前網路上就有一段 歐巴馬在宣導媒體試讀很重要的影片 結果這段影片在差不多到40秒的時候就聯絡了真相 原來真正在說話的人是知名的導演喬登皮爾 而影片只是透過特效的方式 來呈現出歐巴馬在講話的樣子 那至於這個影片到底是怎麼製作呢?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運用到Fake App這個工具 那我們再把話題拉回到假A片上面 同樣是受害者的史嘉瀞小安森就認為 假A片的問題很值得令人擔心 例如他提到,因為自己公開露面的場合實在太多 所以其實很難追查假A片中使用的影片來源 到底有沒有侵權,另外即使是肖像權的問題 也會因為每個國家對肖像權的規範不太一樣 所以也不見得可以在法律上討回公道 而且網路就像大海一樣 假A片的流傳真的很難追蹤 甚至也可能跑到暗網這類的區域 所以這類的事情真的很難 只靠法律就得到很好的解決 而且當假A片的技術越來越成熟之後 就可能更容易被惡意的人士拿來當作報復的工具 例如因為追不到喜歡的人 或是被另外一半拋棄之後 就心生怨念製造假A片來攻擊對方 也因此已經由網路平台開始限制使用者 上傳這類偽造等色情影片 好比說,就連文明全球的色情網站Pornhub也曾經表示 他們不允許大家上傳任何非自願性的影片內容 其中也包含了運用Deepfake技術的假A片 不過,這個執行上成效如何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為網路上也有人說 其實這些假A片被上傳到Pornhub之後 還是沒有被下架 如果我們先撇開當事人肖像權受到侵犯的這類法律問題不談 可能也會有人覺得既然假A片本身是假的 那他就不會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畢竟大家看到的並不是他真正的身體 不過關於這點 我們倒是覺得當事人還是會受到很大的困擾 甚至也能稱得上是一種傷害 首先,假A片可能會讓當事人被迫負起原本他不應該負的責任 例如一個從未有過性經驗的人 就可能因為這段影片而被誤以為有過性行為 這件事情很嚴重嗎?可能很嚴重 假如他還沒有達到可以從事性行為的法定年齡 那他就可能因此被找到麻煩 或是他可能因為這段影片而被誤以為是劈腿 因此被另外一半分手 那如果未來技術厲害到根本分辨不出影片真文的時候 那不管是跳到哪條河裡面,大概都很難澄清了 其次,雖然說我們也沒有辦法限制其他人對自己意義 但就我所知,有些人也不會想知道自己被當成性幻想的對象 不過假A片的出現就會讓這些當事人明顯知道自己被別人意淫 甚至隨著影片持續散布,還會有更多人意淫自己 而這些都會讓當事人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後,在假A片的例子當中 當事人可能還很難判斷到底是誰在製造跟散布影片的喔 想想看,如果你是發現自己真實的性感影片被流出去 雖然這造成的傷害非常大 但是,你至少比較好猜到兇手是誰 例如是可能是你的前任伴侶或是幫你修手機的電源 但如果今天是網路上出現你的假A片 基本上你就很難判斷到底是身邊的誰幹的 然後想要刻意的惡搞你 還是只是網路上有人在隨機亂抓土 然後基於這樣的不確定感 你可能會因此感到恐慌 你會不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被惡意的針對 也不確定這個製造影片的人會不會是個變態 哪天就真的對你伸出魔爪 總結來說,我覺得假A片的影響力真的不能小看 科技雖然來自人性 但是科技也有可能會原性 即使換臉的這個影片技術 可以用在很多不錯的地方 例如說可以運用到電影中 去製作歷史人物的以上 但如果這個技術更常被拿來當作惡劣的攻擊手段 那它就會像核武一樣變成人人忌憚的東西 甚至讓我們後悔開發出了這樣技術 所以我們都應該用更嚴厲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工具 好的,那在影片的最後也來問問大家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在網路上成為了這種假A片的主角 你的心情會是如何呢? 反正是假的,所以我覺得沒差啦 這真的讓人感到非常不舒服 C其他,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假A片到底有什麼問題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我們之前聊首天使的內容 以及更多大人的開箱系列影片 然後也別忘了按這裡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再見囉! 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